大家好,欢迎观看720云官方系统全景摄影课程 第三节课,光圈 上节课讲解了镜头重要参数之一,焦距,这节课来讲光圈 本节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了解什么是光圈 简单来说,光圈是镜头内的一个装置,用来控制镜头的通光量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装置呢? 我们知道,对于已经制作好的镜头,不能随便改变镜头的直径 如果加上这么一种面积可变的孔状光杉,就能轻松地控制镜光的多少了 表达光圈大小,我们用的是F值 完整的光圈值系数如下,F1.0,F1.4,F2.0等等 这些光圈数值的排列是有规律的 数值之间是根号2的倍数关系 例如2.8的根号2倍是4.0 F后面的数值越小,光圈越大 光圈值每增加根号2倍,光圈则缩小一级或者一等 总结一下,数字越小,光圈越大,数字越大,光圈越小 好,知道了什么是光圈,我们了解一下光圈的作用 第一,光圈决定了通光速率 光圈越大,表示孔径越大 这样单位时间内通过的光线也就越多,通光能力也就越强 可以这么说,光圈越大越明亮 第二,光圈会影响虚化能力 光圈越大,孔径越大,那么虚化背景能力就越强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理解,我们可以联想小眼巨神 如果非要专业一些,大家可以看这张图片 在焦点前后,光线开始扩散 点的影像变得模糊,形成一个扩大的圆 这个圆就叫弥散圆 这两个弥散圆之间的距离叫紧深 紧深可以理解为被射主体前后影像的一段清晰范围 光圈越大,达到弥散直径这段清晰的范围 越小,越容易实现背景虚化 利用光圈的特点,可以实现怎样的拍摄呢? 一般来说,比F2.8更大的光圈,我们都叫大光圈 比F8更小的光圈,我们称为小光圈 首先来介绍大光圈 第一,大光圈进光量大 可以配合快快门将飞快移动的物体凝固下来 比如说猎车,飞机,运动员 第二,可以拍摄人物特写,实现背景虚化 将对焦的主体从背景中凸显出来 小光圈 一,小光圈进光量少 配合慢快门,可以拍摄流水,星轨,车流,光影涂鸦等等 第二,将光点变成散射状,即拍摄夜间的新芒 知道了这些,那么在全景摄影中,光圈应该怎样设置呢? 这里给新入门学习全景的同学提供一个范围 一般选择F8,在远景距离不大时 比如说室内拍摄,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光圈 比如说F7,F5.6等,尽量不用最大光圈 在室外,如果光线好,用全画幅相机拍摄 可以用更小的光圈,比如说F9,F11,最好不要超过F13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范围 一款镜头所能表现出来的画质水平 在不同的光圈之下会有所不同 光圈具体在多大的时候画质最好 需要摄影师进行测试 镜头的最佳光圈与相机感光元件的画幅有一定的关系 通常来说,画幅越大,镜头的最佳光圈越小 画幅越小,镜头的最佳光圈越大 以常见的半画幅单反数码相机为例 大部分镜头的最佳光圈都在F8.0左右 如果我们把光圈开很大 外界进入镜头的光线就会很足 镜头内的透镜边缘部分也会允许光线进入单透镜 这时,不管从光学系统问题 还是镜头边缘加光问题上 都会导致在汇聚的成像点周围有一些乱光干扰 造成我们平时所说的图像比较软 或者说比较肉的现象 这时,缩小两档光圈 阻隔掉不好控制的光线进入 成像就变锐利了 而且,使用大光圈拍摄容易产生紫边的情况 紫边是一种统称 也可以是绿光,红光等 通常出现在深色物体的大光比边缘 比如说以明亮天空为背景的屋檐 树叶边缘,窗户等等 不过在前期不可避免紫边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后期调整 比如说导入lightroom进行驱紫边 那当光圈缩制最小时 为什么画质也会下降呢? 我们知道光沿直线传播 在光的传播过程中 当光线遇到阻碍物或者是小孔时 它会偏离直线传播 这就是所谓的光的演射 由于光的波长很短 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察觉出演射现象 但是相机中的演射 不仅使物体的几何阴影失去了清晰的轮廓 在边缘还会出现一系列明暗心间的亮纹 所以总结一下 镜头最佳成像质量通常出现在中间段的光圈值 通常从最大光圈略小两等的光圈开始 到演射零件光圈 我们全景拍摄一般用F5.6到F11这个范围 当然大师可以另选光圈大小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感谢观看